台湾每年製作的太空包大約是3000萬寶 我是主任一,我是屬少安 我的主題是環宮綠色的太空包 大家都知道樹木是DOSA 常見,就要珍貴的支援 卻不知道傳統的太空包 絕大部分是使用霧穴來製作 而這必定要砍伐大量的樹 台灣每年製作的太空包大約是3000萬寶 這代表著霧穴一年的使用量是3個多萬寶 這相當於88個大安森林工 接下來這部影片會使你們更加了解 用材就是這個啊 意思就是相思樹啊 因為用材的意思就是說它是可以 為了砍樹要先開路 怪手一挖 原本鬱鬱蒼蒼的山林就開場破渡 平均每五分鐘就可以砍掉一棵大樹 想一想這樣的一棵樹要長多久啊 一堆堆大大小小的木頭將被載運下山 留下來的是獨自療傷的土地 一公頃的森林只要賣兩萬塊到四萬塊之間 失去森林保護的山坡地 地表揉露嚴重 只要雨季一來 就會有大量的水土流失 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是二號主委來學區 同一影片中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一年的木屑使用量極大 對環境的傷害也不容教育 因此我們設計出 以農業廢棄物20% 30% 40% 的比例 來具體帶傳統太空包中木屑的含量 以減少木屑的使用量 達到環保的功效 我們選用三種 第一種呢 為咖啡渣 咖啡渣的取得方式及處理方法如下列 第二種呢 為甘蔗渣 甘蔗渣的取得方式及處處 為下列 第三種呢 為稻桿 稻桿的取得方式及處理方法如下列 接下來是觀看成品的部分 第一包呢 為咖啡渣的 第二包呢 為甘蔗渣的 第三包呢 為稻桿的 第十包呢 為純木屑了 由這四包 太空包呢 都是同時接菌 在同樣的環境下 以同樣的溫度 進行走菌 其走菌的生長長度 我們可以看出 由咖啡渣跟 甘蔗渣的走菌速度 相較其他 其他 兩個 叫賣 好 結束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是三號組員 我的名字叫 吳俊瑋 等我 為你解說我們的數據 這件是 木屑一年的使用量 是3.6萬噸 這是太空包 一年的產量 是3千萬噸 然後 我們 這個計算式 可以讓我們知道 一包的重量 大概是 一千兩百噸 知道重量之後 我們用一個比例去算 然後我們剛剛 長最好的比例是 4% 所以我們用這個 4%去算 算出 它可以節省 480克的 力學 然後道感 長最好是30% 然後我們使用 30%去計算的話 可以節省 365克 然後 搭配 扎的話是 20%長最好 所以我們使用 20%去計算 我們可以節省的量 是240克 然後 知道它們節省的 克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 算出它一年 可以總共 可以節省的總量 然後 太熱扎 可以節省是 1.44萬公噸 然後 這是 稻桿 可以節省 1.08萬公噸 的木屑 然後 咖啡扎 是 0.72萬公噸 的木屑 然後 有這三個數據 又可以再算出 它們可以 節省的成分 就是我們算出來的成分 然後 其中 一噸的木屑 是 3600元 然後 我們 在這個公式 一噸的木屑 是讓它節省的木屑 這可以算出來 愛熱扎 倒改 咖啡 所節省的成分 其中 我們算出來的成分 愛熱扎 是可以節省 大約 5000萬 倒改 大約是 4000萬 咖啡扎 的話 是 2.6千萬 大家 請